在香港現在這個環境的板塊動動 各行各業,有些已經扔了百毛巾 有些不做,有些在萎縮,有些在轉型 有些是積極部署 例如今天領展,財經消息,買銅鑼還地皮 就找到水 另外,我作為大埔居民 星期三跟他肯來做節目,有一間日本雜貨店買便宜,在大埔業務 是甚麼工廠大廈? 不是,是地鋪,大埔最旺的街道 最旺的街道,角落位 中間位 轉彎,你被照片騙了,其實是在路的中間 角落位,看上去就像角落位 其實那裏是進一條小路的,但它是在路邊的,當眼圈,貴鋪 即是貼近大埔路天街市那些地方 走過去要10分鐘左右 不過廣福道正中央,貴的 然後,很奇怪 最近大埔居民這兩天,就開始建這間店 二次是藍店 即是不是日本開的? 原來有些故事,原來有些香港人電郵 那間日本總公司問 日本公司回答 有一個香港人問我們可不可以把那個名字 買了,然後在香港開店 應該是正確的 合法的 但買這個名字的那個人或公司 背景是什麼呢? 暫時好似那些人正在建底 那就等它公佈 不過做生意 香港多數10間,還有7間都留 還有挺有趣的 有一個叫做KOL 大J 那些朋友也有很多人 他通常都帶出了一個問題 他就說很奇怪 為何這個疫情 日本又不斷在塌 為何那麼多日本的牌子 會近年在香港湧現 譬如當季桃爺好 他就說吃什麼井 牛肉飯 高級牛肉飯 頂死加野家 什麼什麼 吉野家 大埔幼開了 對 然後還有壽司郎 他也說 他也熟悉日本行情 為何會不斷過來香港 還要狂開呢 找到食物 他附近說大埔幼開了 我跟太太去 最初打算拍一條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有殘體字 其中買了一件事 就是關於海產 類似 我忘記了 那些梵立貝 對 你有follow到 但他就看來 奇怪 為何這些字好像有些出入 似圖寶 如果真的 蔡你馬開日本也知道 如果是正貨的 他有工廠 或是製作工場的地址 還有包裝比較精緻 我記得那個字形好像有些不同 其中一個字形 他就打去 直接打去 大埔幼 打去日本 日本問 直接問 拿一間的生產商 什麼事 睡一杯 是不是生氣 是不是生氣 還有相對比 他就問了 奇怪 其實這個製造商 幾年前 有一個在上海生活的日本人 都曾經有問過我這個問題 我們公司也是知道的 但是為什麼又會出現在大埔新開的這間店 其中一個商品呢 即不是日本運過來的 他也有回應 蘋果也一直跟進這件事 都問了一個類似的發言 其實我們的貨有九成 有九成是日本來的 有些是我們找一些代理商 拿的貨來的 類似的批發商 包裝又學日本之類 等一些網民繼續關注這間店 視藍視黃 我想接下來應該是水落石出的 是的 好像有些人懷疑 有些人不懷疑 究竟它是什麼顏色的呢 是的 但是現在 我想有些店鋪做了錯事 熬了那麼久 都要跪低了 即是他們現在 有些口頭禪不出現 就說 我們做生意的不應該分顏色 之前好像你不是 你之前很勇武 有很多間都是這樣的 叫那些年輕人離開 即是大型的連鎖 大或者小都是 叫那些年輕人離開 是的 譬如說我之前 有一次跟可南出去做事 去他的店鋪 然後他有些朋友來探望他 一些供應商 然後我跟他聊天 看看有沒有合作 然後 我都說 不過我們自己有 叫做 很警覺的 他們很有偏向性的 希望他們光顧那些東西 都可以支持到某一種信念 然後他第一時間反映了 我們做生意不分顏色 我心裡說你不分 有人會分的 你不可以說你喜歡的時候 我是撐什麼的 然後你生意不好 或者有什麼原因 就說我現在不分顏色 有些事情發生了 就發生了 你沒辦法改 沒錯 你做生意 你是老闆 你可以不分 不過我作為消費者 我會分 你沒辦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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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星島香港01 經濟人報 一起訪問 即公關事 近日 他們的公司 即美心集團 不知為什麼 很多部門都缺人手 即是不夠人 沒有理由 為什麼不夠人 周圍有人沒有工作 即是如何呢 他就再次重啟一個建築管理生計劃 那些什麼management trainee 類似培養一些年青 做接班人 年青有活力的身血 那又是賣餅 改成名字很厲害 他很棒 他說招聘你 除了有一個非常好的工資待遇之外 所有餐廳老闆飲食 應該吧 七折 我好慌 七折沒東西 七折 他說我們餐廳 我打理美心公務 我可以大家樂食 我普通拿東西看到 定時或是七折 我拿所有QPON 你當我乞衣嗎 還有一個很好的 七折也比較便宜 你不會這麼好 限錢吧 大家下一個燒火飯60元 美心也可以下一個那一塊 那我吃美心 還有免費月餅 是嗎有免費月餅 還有臘腸 這樣考慮得過 但是美心 最重點是什麼呢 林總監的回應好笑 他不知為何 請極都請不到年輕人 過的都是阿伯 你這句不知為何 他不知為何 好像有些特區官員 好像有些口吻是答到這個 你問自己 心知肚明 好像有些官員很喜歡說心知肚明 但是我們 雙確定那位林總監 那位小姐 究竟你是真的不知道 還是扮演 美心創辦人說過什麼 你不記得嗎 可能他在外國的偏遠小鎮 回流回來香港 那裡又沒有電視看 又沒得上網 不知道香港外發生什麼事 又不知道你的公司發生什麼事 這個人力資源總監的名字 一聽想想想靠得住 林家儀 一聽像是新聞主播的名字 高挑走肥五尺九吋 差四吋 那個樣子可不可以 那個樣子美不美心 沒有看到那個樣子 你看看是不是經濟 這個經濟 阿鵬看鹹板 不知道多久才能見到 林家儀出來頂你 是啊 但是你面對那個問題就是 香港年輕人沒有工作 已經出現了 今年六七月大學畢業生畢業 又是很難找工作 很多人力資源機構都說了 今年大學生 或者DSC放榜之後 很多人沒有工作 原本店舖撿了一顆 又沒有工作 從事飲食業那些 也是很多人沒有工作 那些人都不去應徵你 那你的公司真的有問題 是啊 你撇除美心自己做了什麼 阿鵬或是你心智肚明 心智肚明 不年輕人怎麼會來做 你想想 如果你跟別人說 不要說什麼新疆良準 除非你是兩球人連身 兩球人連身就在美心做 不敢告訴別人 這個叫什麼林家儀 林家儀 你聽著我讀你老闆 較早前訪問 一年前 美心集團創辦人長女五淑青 接受環球時報訪問 認為香港長期忽視對年輕人的國民教育 導致很多年輕人被社交媒體洗腦 成為反政府、反體制和反中國的人 他直言已經放棄年輕人 嘩 你不提最後那句 我都不知道原來他們這麼合適 剛剛昨天有個偉大的領袖 被菲律賓外交部長樂欽 誰說他是鴉片戰爭以來最偉大的香港領袖 那個叫七七 昨天接受澳洲SBS的引述消息 因為他曾經跟新西蘭開會 說了一句阿鏗聽到之後 差不多連屎都在屍眼裡飄出來 現在離開香港那些 全部是逃犯 I don't care 後來他澄清 即是鬥 政府新聞處出來 不能鬥 他不是這個意思 他不是所有移民離開香港都是逃犯 他只是說那些犯了事 而選擇離開香港那些人才是逃犯 那些人當初不敢清楚一點 我不知道他英文不好還是什麼 總之別人翻譯出來 就是他離開香港的人全部都是逃犯 即是阿鏗又是逃犯 我離開香港我也是逃犯 阿鵬離開香港那些全部都是逃犯 他去旅行兩個星期都是兩個星期逃犯 最重要是跟吳淑清同一句話 I don't care 吳淑清也是說我 放棄了 放棄他們 你說過這件事 林佳怡小姐 所以你開記者會 應該沒理由不知道 你做得這行的 你唯有 不過你假裝不知道也不要問為什麼 你在傳媒都說 不知道為什麼那些年輕人 不是我的公司認證 那麼高調要接受幾間所謂的建制媒體 一起去圍去做訪問呢 除非你說沒有缺人很厲害 有個集團倒楣 是否想洗底 幫他洗底 你提出這件事 自己拿來魚 你周圍問人 喂 阿發 為什麼那個同事都在背後說我是混蛋 喂 你不要問人為什麼 你自己做過什麼不知人 心知肚明 你剛剛才趕走 你撿完鼻子就抹到牆壁 你又剪指甲 在別人的位置 明知隔壁的同事在吃飯 在這裡剪指甲 你沒事 人家洗碗的地方 你是洗鞋 那你不要問人 為什麼自己這麼混蛋 偷公司廁紙 這些缺德的事都可以做 偷公司拍日子 拍來周圍自己的東西 你不要問人為什麼 拿公司的報紙去拿貓市 你不行 每個女同事都想拖他去後巷 你不要問人為什麼自己這麼混蛋 你不會做這些事 你沒理由擺不知 但是 做些事講的事實 我們講阿發 不是講其他人 做到這些事的人 做到這些事的人的特質是 他不知道自己做錯事 他現在就是 但林家宜你打工 你老闆五秒青創辦人 他說那件事你沒理由不知道 你還要找一些報紙來訪問 你兔虎水 為什麼香港的年輕人不來 我美心打工 你提這件事 不就是叫人來瘀多一次 他又送你魚餅 然後又吃飯又七折 就是 你走去說 阿發 為什麼每個人都說我混蛋 就是同一道理 你做了那麼多壞事 沒問人為什麼你這麼混蛋 你真的混蛋 大問題 其實美心集團裡面 各部門都缺乏一些人 很嚴重 我正在想 其實你又不是要很多 我當你一百幾十個 譬如現在這個實習計劃 一百幾十個 但他那個飲食集團實在太龐大 但那些年輕人 我意思是 會不會這麼齊心的杯葛 我正在想 不是 我認識十個 有三個都說 最多吳田力時代 你從事飲食的 一向都難聘請人 樓面也好些 你後面廚房那些 他很難聘請人 不是呀 今天可南說 他說廚房去搞得好 你覺得樓面 你知不知道 明天和後日 知不知道炒到幾千一個小時 多少 九十五水 嘩 樓面 那我都會來六天 收工 你先放兩罐 吃東西吧 你跟可南說 我九十塊都去 我八十五 我當益她 我當見她 這麼漂亮的女老闆 我都上來 那不就一千元一日 如果星期六日 是啊 基本盤都75元 麥當勞也在拿六七十 是我們這裏才這樣 我們這裏沒有辦法 不如我們把後山又墜 那班 他幫忙做樓 我們每天放兩個出去 找完那些跟她拆槍 對 你去可南那裏撈 車錢是我的 我給你70元 我們還有三十元 林鄭還要拿兩盒飯 和七杯咖啡 上來 他所有招牌老肉 幫我拿幾包回來 賣席那些 這樣就有數了 想得過 其實我猜一件事 難請人 除了難請人 一向都難請人 年輕的那一批 現在他們都沒有很關心 你想想 我當他們不是全部 他們第一 不是很想打工 第二 其實打工他們想打散工 做幾天 然後儲夠錢 打機 追女兒 隨便 這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我們尊重他們 然後他們還要在一個憑背之間 他們自己不想被別人起底 或者被別人笑 你去告訴老朋友 你現在哪裏打工 尾心 怎麼搞的 他們會覺得 擔心過意不去問 再有些 你拘捕了八千多 萬多人 他們有些可能和疫情一樣 是密切接觸者 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如果我的朋友 朋友的朋友 還在裏面 等待審 現在是去到2026年才有機會審完 然後有些被你踏了 他會覺得 如果他在裏面蹲 我去那裏做 那好像不太好 就算你出到2萬元 他們可能都 真的會放棄 你不改變形象 還有他飲食業 他飲食業 真的又不會出到這麼高價 沒有可能 競爭太低 因為那時候看那些訪問說 做得飲食業 真的 我聽那些訪問 前世真的不知道做了什麼 因素 今世要從事飲食業 因為他的毛利是很低的 只有10.8%的毛利 又辛苦 時間又長 然後又被人加租 燈油火納 那些 那些年輕人還入行 那時候我聽那些朋友說 就算那些年輕人肯入行 他寧願去做蛋糕 做餅 沖咖啡 你叫他在爐上 旁邊炒乾炒牛河 你沒事 給你一條美心 如果你真的要決心 洗底 有件事你可以做的 轉名 那 轉名 騙不到人 我怕華仔 給你兩下 知道你美心 那些事 譬如切心悔改的 想拿回分 那你譬如和政府 或者懲教署申請 我們可不可以有一些產品 經過你檢驗之後 可以送進去給一班在囚人士 或者扣押緊那些 而那批貨 我們打算找一些 叫做香港年輕人去做的 例如月餅 然後就招募 招募一班年輕人 去做一些關顧囚友月餅 有錢給做月餅那批 他們覺得做這批月餅 是送給裏面的手足 還要進去的 我還要有薪出 然後裏面那批人收到月餅 他吃不吃不要緊 可能他見到美心 但起碼你先進去 然後他都會覺得 好像有點誠意 你要搞了溝通橋樑 等程後處 不要說連拜山都不讓人拜 你談到有批美心月餅是進去的 而這批美心月餅是由外面的年輕人 做給裏面的人 那你做了個美中介 那就光顧你吃焗豬扒飯 要不就傻心手足 那些手足出來了就優先聘請 那他們都未必做 釋出善意 這叫釋出善意 其實最好就是 人有誰不會錯 你幫助一些他關心的人 你當是還回 譬如阿鏗 譬如阿鏗對可南不住 之類 不知為何 然後就去可南店裡免費 打七日工 通渠、洗碗、撿垃圾、剁豬 什麼交叉都好 然後在床上偷看 我覺得你有誠意 是不是